习近平首先出席小范围会议 习近平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 以及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 习近平指出 阔源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 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既有多极化的新局 也有新冷战的危局 金砖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 展现历史主动 坚守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 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 坚持求同存异 同心同德 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同价值 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 促进金砖国家联合自强 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 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强调 世界越是动荡 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旗帜 淬炼金砖成色 展现金砖力量 要发出和平之声 倡导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 要共谋发展之路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坚守共同发展的大道 要夯实合作之机 深化农业 能源 矿产 经贸 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低碳 人工智能 等新兴领域合作 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 随后 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 就未来金砖发展 发表重要意见 提出五点建议 习近平强调 当前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 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 面临关键抉择 时代的风浪越大 我们越要勇力朝头 以坚韧不拔之志 敢为人先之勇 实变应变之谋 共同谱写 大金砖合作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 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 只有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要坚持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三原则 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 尽快缓和 推动加沙地区尽快停火 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懈努力 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 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 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 培育新智生产力 中方新进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 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 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 做可持续发展的建行者 中国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 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中方愿同金砖国家 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 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 巴西总统卢拉 线上 埃及总统塞西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印度总理莫迪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洋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主题 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领导人们积极评价 金砖合作机制发展 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发挥的重要作用 会晤发表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6次会晤 喀山宣言 宣布设置金砖火荡国 会晤期间 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了 新开发银行行长罗赛福等 金砖机制负责人工作汇报 并集体合影 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使用赵兽研会访签计则 杨金砖国家领导人 听心 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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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生